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68岁他音乐曲《因为爱情》收获百万点击量 更是被原创王菲转发评论 唱的我甘都颤了 也被网友称为颤音买难 75岁他带领乐队转型摇滚乐 他们在歌声中呐喊 我想再活出我的青春 我想跟上这个时代 哇 我的妈呀 大家好 我是小林佳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一位妈妈 有三个关键词 蓝丝巾 颤音奶奶 蓝马甲之歌 三个听起来毫不相关的词组合在一起 会是一位什么样的妈妈呢 我的妈呀让你成为更好的妈妈 我们出发去找一找 那边有好多人哦 在勇气过多的房间里 我一起 我看到了蓝丝巾 我猜她就应该是我今天要找的妈妈了 蓝丝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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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残过 我和你 我和你 你 你 我要叫我吗 你 你 你 要叫我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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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叫我吗 你好 你好 我是我的蓝丝巾 我是风和吉他队的队长 董灵勇 董云荣今年八十岁来自杭州 风和吉他摇滚乐队队长 六十四岁时因为爱人突然离世 董云荣的幸福生活陷入阴霾 孩子们不忍见妈妈悲伤 便鼓励董云荣去学习吉他 让他用歌声表达思念 六十八岁时 他为爱人演奏的异曲 因为爱情意外收获百万点击率 被网友称为差音奶奶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沉沙 更是被原唱王菲转发并评论 唱得我干都馋了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这位妈妈背后的故事吧 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的乐队好不好 我们是风和吉他摇滚乐队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五 我们都会到这个亭子 就是根据这里的地名取的 最早就有五个人 现在发展到二十多个人 给我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你们的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少 我们平均年龄是将近七十岁了 我们最长的 最年长的是哪一位 最年长的 来 我们这个田老师 田老师 你好 八十八岁了 到这里看到我们排练 发现自己推荐 我能弹变弗琴 我小风琴 就这样的话加入了我们队 所以当时是毛遂自荐 对 加入我们这个乐团多久了 十年 将近六十年的拉了手风琴 好多年 六十年了 在我们队里他从来不迟到 因为每次讲好的时间 他总是找到的 所以他这个起了模范的作用 你在这个队里其实待了很久了 你觉得在这个队里 让你感觉最快乐的是什么 像自己一家人 就是家人的感觉了 年纪最小的是谁 年纪最小的是 在这里 打鼓的 你好 你好 我今年58岁 18年 他对人家需要鼓手 我们从抒情的歌 变成摇关的歌 他们就说需要打架之骨的 真的恳苦了 这个手指头痛得不得了 后来我就想那个办法 从冰箱里面拿一个冷的东西 一冰 木了 手指头木了 再弹 就没感觉 天呐 都太厉害了 我看你们刚唱的这个歌很时髦 新裤子乐队的歌对不对 新裤子很有名嘛 虽说年纪老了 我们也不老后 哇 太棒了 像你们这些排练啊 平时都会有专业的老师过来教你们吗 还是你们就自己摸索 他们是宁有选的教授 他辅导一下 也都是从电视里看到 介绍过来 我是莫名在电视上看到 我一看一下怎么有杭州的乐队在这里 然后我就到这里找了两次 你就在这里等他们 找 等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来 然后我又就打电话给电视台 我说杭州有个老年纪他乐队 风和乐队啊 能不能给我一个电话 多样是你当时接到这个电话是什么反应 我反正只要爱人员 喜欢跟我的我都熟了 总是很热心啊 我说你来 你来 他们年纪都那么大 精神很感动 我就是给精神所感动 是 是的 就在你们身上也看到了年轻的活跃 我们的主唱 新裤子的这个歌难不难啊 不难 我们已经排了有几个月了吧 也是很用心在做准备 有一句话叫笨鸟先飞嘛 谁知道我们年纪大了 可能寄信啊 语言上可能不过关 那么早点 就是空的时候 早一点唱 就是取不离口 说的就是你们是吧 对 我叫温品真 加入我们的乐团多久了 有五六年啊 他们儿子本来就有个乐队 所以他家里吉他也有鼓也什么鼓 我要再培养他大鼓 还是就是身兼多项技能 我们现在有二十多个人了 那你们天天一起排练 要参加这么多演出 会不会有矛盾的时候啊 彩排的时候啊 那个拉大提琴的拉 他拉下巴位了拉不准 后来大家积极到他年纪大 也是同孩子一样 算了 我回杭州去了 生气了 我叫你 你弹第一部分了 弹得很好的 你试试看嘛 后来他把这个大提琴的 这个那个箭州这部分谈低音 谈低音 大家大家拍摄拍摄 好好好好 那哄哄嘛 老人同孩子一样的 也是老卑鄙是不是 也都是很可爱的一些小模特 我到基里满山 到了北京还会见我 我回杭州去了 哦 是 面对有二十多个老小孩的乐队 董云龙说 乐队早期其实只有寥寥五人 作为乐队创始人 董奶奶其实也是六十四岁 才开始学习吉他 这个手啊 连洗菜都痛 那么他又为何要创办一个 平均年龄超过七十岁的乐队呢 其实这源于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下面我们就跟着董奶奶 去他家里一探究竟吧 欢迎到我们家里 哇 一眼望过去感觉全是乐器 别喜欢弹吉他都来学嘛 我讲你们就不用带了就这样 属于你的一个关键词蓝丝巾 是因为你平时特别喜欢带蓝丝巾吗 对 因为蓝丝巾是我们先生 第一次我们段桥边见面的时候 我过生日的时候 他送了一块蓝丝巾 这算你们的定情信物 哇 这么多 你还记得他送给你的第一根是哪一根吗 第一块蓝丝巾嘛 就是 我虽然都有点泛黄了 退缩了都泛黄了 但是还是留着的 对 还是留着的 当时你们是怎么会认识的呀 当时呢 因为我们领寄嘛 给我们介绍嘛 我们都喜欢音乐 他会拉尔夫 我们会吹口琴 好像是音乐本让我们走在一起的 那么他呢好像不爱讲话的 那么我那个先做小学老师嘛 带了闹钟去上课 后来他就不声不响 一大早等 然后公司开门 他就排队 说给你看看啊 买了什么给你啊 就买了一块手表 那个现在大学算是不是五十六块多吗 一百二十块 他两个月的工厂不够 这就是当年传说中的上海派手表 当时说很感动 觉得他这个人呢挺仔细的 那么后来所以说 我们两个都也认识以后 就马上结婚了 那那个年代应该算得上是闪婚 这不是你的结婚照吗 当年的结婚照是 没有穿婚纱 很把结婚照 好看 那么到了三十五周年以后 我们先生讲过 我们不配一张结婚照吧 后来嘛过了两年可惜了 三十七年的时候 我们他生病的故事 所以我本来这个照片 是想烧给他的 后来我也舍不得 他还留下来 所以这边看得很看到有 小了一点点 他是因为什么原因生病吗 他因为是发高烧 很快 他两个都已经准备了 不愿意见 这么待在家里 后来儿子们看我一直 心情不好 在家里他们也挺担心的放行 他说妈妈 那么你去学吉他 去好不好 我有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再儿子的鼓励一下 我就 开始了学习吉他 那会儿多大 六十岁 六十四岁 对于六十四岁的人来说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对于六十四岁的人来说 很痛很痛这个时候 连洗菜都痛 好像火烧一样 那个六根鞋了 你如果轻得轻 他的声音是就 噗噗噗的不好听 轻得重 你这个手就要开进去 哎呀痛得在那时候 经常这样吹吹 冷水里去晶晶 你苦练一个月以后 他起简了 就好了 所以我们班上三十多个人 最后剩下四个人 还一班一个人 我们并在一起 后来我们经常到全峰河 所以说成立了一个 峰河集团队 要记住这个执法 也不是这件简单的事 第一首嘛 一首歌 我背一张歌谱 拿我写一顿 拿着烧饭烧菜 我会放在旁边 烧烧看看 你记记和弦 背背歌词 宋小春年上幼儿园 上小学 到少年工期 我记得都背起了 他去弹电琴 我就在外面 我也在练 连三步 这个手都在动 都在继那个执法 是不是 那通过这么努力 练习吉他 还记得第一首 能够弹唱的歌曲 是什么吗 丁香花 我觉得很感人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 因为的你的名字就是他 我就觉得很出动 那分头开门鲜花 是你多么可望的美啊 我就想到我们先生 我们一直喜欢花 每年逢年各界什么花 开我们都去看花 那这首歌呢 我学得很好 那么也教了小孙女 我们扫默契 就在她粉上 为我们先生弹唱了 这一首 她也喜欢的这首歌 所以我看到你身后的这张海报 就是小孙女的 这小孙女很聪明 从小也有点音乐细胞 所以我教她吉他了 很快就学会了 小孙女的吉他 是你手把手教的 对 一教就会 而且她也自己好 不怕痛 那之后小孙女 还有跟着你一起去演出之类的吗 对 因为清明吉了 我们不是只有五个人吗 两个去扫墓去了 第一次公益演出 小孙女 奶奶我给你一道气 带着小孙女去了公益演出 小孙女唱得还很起敬的 那些哥哥姐姐们 那些学生 他们都很高兴 后来跑到台上头 没一道唱了 从那次以后 我就深一体会觉得 哎呦 我们学了点吉他 不但自己开心了 还能够帮助到别人 现在小孙女多大了 这年下上大四了 我们来跟这个小孙女 联系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的 我听你奶奶说 你的吉他是她教你的 对吗 小学的时候 就奶奶可以弹吉他 然后就是每天早上 都是被吉他声唤醒的 所以就是也练进去 就是说想跟着奶奶学一学 那在你的印象当中啊 奶奶是一个什么样的吉他老师啊 挺耐心的 就是言传身教吧 她是一身作则 每时每刻都在练 所以就是不知不觉的 要向奶奶学习 第一次跟着奶奶一起去做工艺 还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没有想到我们就是 只是去唱几首歌 就是对我们来说 并没有付出太多 但是他们也能收到一些快乐 和一些鼓励吧 奶奶说音乐就真的丰富人生 就对他们来说可能 就是眼睛就是接触不到世界 但是音乐对他们来说 就是另外一个 接触世界的窗口吧 所以就对这次还真的 就是蛮有意义的 所以你看一直到现在为止 还记牢的 对 还是牢牢的记在心目当中 这些大概是三年级的三年级 那个行啊 八九岁的时候 你在奶奶身上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我觉得就是两样吧 一个接触新鲜的事物 第二个就是坚持 就是奶奶就真的很努力 就是在尝试不同的东西 像我在家里教她用电脑 她就是有一个本子 然后就把电脑怎么用 然后从零开始学拼音 我觉得就真的是一种 对生活很热爱的一种态度 然后这些东西 也非常需要坚持和练习 你也有被感染到啊 现在奶奶的生活状态 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很充实 朋友也很多 然后有各种机会出去 表演是一方面 然后也是就是做公益嘛 就是真的是给大家带来快乐 自由的一个状态 好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拜拜 通过音乐 董云荣走出了爱人离世的阴霾 也收获了自己的朋友 但是她说 更重要的是音乐 让她获得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而之后 她更因为一曲 因为爱情 收获百卦点几率 一年的时候 将爱情进行到底 她里边的插曲 非常流行 所以大家称呼你为 颤音奶奶 就是因为那首歌的原因吗 对 一个星期不到 一百多万点几率 连王菲也看到了 是 原唱嘛 她在微博里 阿姨给你唱的 我干的颤 当时嘛 大家就称我颤音奶奶 我觉得嘛 也不是贬喻 大家喜欢的 没错 那么后来打人训 那么我想这首歌得到 挺好的 我想我愿意把这首歌 去唱给先生听 老轻你听到了吗 我在最好的上海音乐厅 为你演奏了一切 过去我们没有唱过的 音乐爱情 所以说唱得不好 但是我总觉得 我能够把感情唱出来 就像跟我们先生 在家里一样 所以大家其实都能够 用心感受到你 每一首歌 想要传递的一些情感 你看 《因为爱情》 是比较护情的歌曲 是比较护情的歌曲 怎么画风就突变了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开启你们的摇滚歌曲 神压了 因为18年嘛 《路方的生命》 第一次我们摇滚的方式 增加了鼓 增加了背识 增加电吉他 键盘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年人们有家感到 好像忘记了年纪的 就像他们年轻人一样 所以大家越来越欢喜 摇滚的形式 那皮衣皮裤 以前穿没穿过呀 没穿过 那个是头一次 能接受吗 能接受 大家们因为心太年轻 这么一打扮 你看看我看他有 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爆炸头 我看里面都是 是吧 我们年纪老了 我们还是要跟上形式 感想就不 说到歌啊 你们有一首 专属于自己的歌曲 蓝马家之歌 对 我们就是到西湖边 我们就碰到 蓝马家的志愿者 那么我们看到 他们在做公益活动 那么我们就主动了 找上他们 因为是网络社会 我们也手机不是很懂 通过学习以后 我们大家在一起 能把自己的 不懂的地方 那么大家呢 你凑我凑 我几天那么 写了一篇 蓝马家之歌 穿上我的蓝色马家 白家去买房 别看天一方 雜片 大家一定尽心上 我的青春 大约是尽尽我的心色 是若会存在的力量 现在董云荣带着平均年龄 七十多岁的乐队成员们 参加各类公益演出 他们去孤儿院 敬老院等场所 用一场场动人的演出 为失智老人 盲头 抗战老兵 送去慰问和关怀 用他们的热情 去感染更多人 那乐队现在二十多个人 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呀 我是讲老的人 包括我来讲 因为骨子疏松 我也有点担心 万一走不动了 或者腰不行了 我讲我们这个队 不能闪掉 你们年轻人要接班 接上去 这个乐队一直 一直往前 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现在的风和吉他摇滚乐队 从一开始 没有固定场地 只能去公园排练 到现在 神明确起 不但有了免费的场地排练 甚至还有经纪公司 想要跟乐队签约 但是 董云荣和成员们 果断拒绝了 他们说 正是因为现在年龄大了 精力有限 才更想把有限的时间 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于是 他们用指尖流淌出的旋律 化作强大的力量 帮助更多弱势群体 感受生活的美好 成员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 也收获了别样的意义 作为队长 董云荣感到非常的开心和骄傲 但是 在他心里 却还有着其他的担忧 面对平均年龄 七十多岁的成员们 他说 生老病死中的三大官 时时在考验着他们 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今天来看我们一个老队员 跟了我十多年了 前几年艾人身体不好 他也直接动摇 那么去年艾人过世以后 心情越加不好 一直没来排练 红哥哥 今天来看你了 你好你好 红哥哥 看你来了 看你来了 好 谢谢 快进来 好 这么热的天 谢谢 来来来 坐 你在看照片 看看好照片 你们那个夫人年轻 天使要是要漂亮的 你做真照 好好好 这咱们呢就是 我七十岁了 七十岁了 那我也没去 我们也去拍照结婚照 你看看 同我们一样 我们是35周年拍的婚纱照 饭还没有吃了 我们一别吃别谈吧 谢谢谢谢 谢谢 好不好你口味 我多欢喜 你这段时间呢 心情也不大好 你不来排练 我心里很着急 老伴走了之后 心情也不大 大家都记管你 我来的目的就是 要求你归队 我自己嘛 也八十多了 现在队里没有新队员了 回退队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人中原老的嘛 我现在八十几了 对吧 我们八十八岁的 田哥哥还在那里 很阳光的在那里拉扯风筋 中规 我自己觉得总是一个过程嘛 老伴走了之后呢 一辈子陪了我五十年 我也是过来的人 我们现在过世 我一直提不起精神了 待了一年多 不想出来 后来呢 正是因为我学了吉他 让我走出来了 朋友多了 一个人孤独的在家里 就会身体轮廓了 音乐可以疗伤嘛 他在天上了 也听不到 你静静的离去 一步一步 孤独的福利 多想带着你 永远能够大个人力量 也能够丰富人生 带来快乐 带来健康 一次次剧烈的心跳 是卧床二十年后 对生的希望 希望不夫妇 精苦的岁月 一手手动人的旋律 是唱响青春之歌的奈汉 一次次闪亮的背后 是不给人生 涉陷的追猛之旅 跟他们年轻人一块儿 在上下班 我就觉得 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自己也年轻了 我的MAYA系列策划 不服老的妈妈 敬请期待 莫道桑鱼碗 围侠上满天 摇滚奶奶 让我们看到了 热爱不分年纪 八十岁 也可以玩摇滚出圈 岁月的流逝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新的枯萎 八十岁 正当年 我的MAYA 让你成为更好的妈妈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